我就是我的费务全 我就是这里 我就是这里 大家好 我是小猪 上期我们分享了酒注在春夏秋冬四季里发生的有趣故事 今天我们来分享富康义勇过生日和不死川石迷过生日 鬼杀队都是什么准备的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快点开始吧 首先是富康义勇过生日的时候 鬼杀队的大家都知道他喜欢吃萝卜鲑鱼 所以分光去取食材 由贝命运西民和不死川负责抓鲑鱼 他们两个来到了河边 他们两个全身光珠的在盯着河水 只见他们突然睁开双眼 一条硕大的鲑鱼被不死川石迷给吊了起来 贝命运西民赶紧用大网兜上前捉住 这下好了捉了一条相当大的鲑鱼 一勇一定会很开心的 鬼杀队的乌鸦赶紧到处报信 在天上哇哇的叫着 不死川石迷和贝命运西民捕获了一条1.3米的超级大鲑鱼 到处都传播着好消息 而负责采集萝卜的甘露斯密里和一黑小巴也听到了 惊讶道 我的天哪 竟然钓了一条1.3米的大鲑鱼啊 也非常的开心 密里说道 不死川军好厉害啊 真是捕获了相当大的鲑鱼呢 甘露斯相当的振奋 玩起袖子就要拿出正本事来 对一黑说 那样的话 我们也要收获超级的大萝卜才行 旁边的一黑看着媳妇一脸的无奈 而我们的无一郎负责削萝卜皮 看他心不在焉的样子 竟然把萝卜都给削光了 就剩了一点点 后面的蝴蝶忍皮笑若不笑的 就要过来揍他一顿 小葵急忙拦住他 人姐姐肯定生气啊 这可是给他讨厌的义勇准备的生日大餐 竟然做的这么糟糕 另一新手郎大哥的任务是烧汤 看他一边非常热心似火的喊着 汤正好成熟了 大家正在准备生日晚宴的时候 我们的主角义勇师兄 还在竹林里自己孤独的玩着 并不知道大家正在跟他准备生日晚宴 这个时候天员大人出现了 说了一句 开饭了 扛起义勇来就飞奔回了总部 义勇师兄就一脸傻含含的样子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天员大人来晚了 福冈先生迟到了哦 九州们都已经在餐厨前等着他们呢 而义勇看到这么多人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蝴蝶人说道 快过来吃吧 否则难得吃到的美味饭菜都要凉了 人都到齐了 大家就可以开动吃饭了 九州们分分注意有生日快乐 我们的师兄太幸福了 在生日的时候 可以吃到自己最喜欢吃的萝卜鲑鱼 接下来是不死穿石迷过生日的时候了 石迷出完任务 回到鬼沙堆的总部 看到了大门口 又两个人窝在那里 心想 哎 都窝在那干什么呀 仔细一看 原来是探子郎跟他的弟弟玄米 恶狠狠的问道 探子郎小哥 任务都做完了 探子郎笑得连忙说道 是 是吧 我可什么都没做 玄米也在一边摆着手 两个人一脸心虚的样子 这时 旁边可爱的迷豆子 赶忙出来哥哥哥几围 拉着石迷的袖子 指着另外一边 我们去那儿吧 那边 被拉住的石迷一脸的蒙圈 这是怎么了都 石迷跟着迷豆子 探子郎和玄米来到了门前 这些三个人神神秘秘的 还非常高兴的看着自己 有种有什么事要发生的感觉啊 他们大喊道 开动 开吃了 打开大门的一瞬间 石迷愣住了 原来是鬼沙堆的大家 给他准备的生日礼物 一个超级大的秋饼 大伙分散给他送上了 生日祝福 看到如此大的秋饼 石迷怒吼道 福冈君 你们不会把秋饼 做成散装的吗 谁让我怎么下口吃啊 福冈一用无辜的 给探子郎点赞 真棒 难道这是探子郎的主意吗 玄米喊道 大哥 下次我给你做一个小的 送你好不好 一只猪和甘露斯明 两个人早已经开吃了 这么大的秋饼 肯定得吃的饱饱的呀 只听两个人 巴西巴西的吃的 旁边的石迷更生气了 你们这些家伙 都会一口吃掉吧 完全不给我留点啊 这不是我的生日吗 大家吃的太快了 天员大人做的速度 都跟不上了 旁边的善意 一脸惊吓的表情 这吃的也太夸张了吧 石迷都要杀人了 下面大家都聚在一起 在电视上 看小猪的视频 首先看到的是 米豆子在蜘蛛山的时候 被十二骨鱼的下午泪 用蜘蛛丝给铲起来 掉在了半空 浑身流着血 善意当时就崩溃了 这也太狠了 取得善意赶紧快进 结果看到了 更好他生气的一幕 石迷竟然用日轮刀 扎米豆子 这下真不能忍了 生气起来的善意 和睡觉的善意 都是非常强大的 他一手抓着 石迷的头发 另一只手抓着 下午泪的头发 恶狠狠的喊道 你们真的没做什么吗 让女孩子受这么重的伤 你们两个是不是笨蛋啊 看着样子 又灭了他们两个 旁边的玄迷看不下去了 竟然敢揪着 我大哥的头发 一拳就把善意给打飞了 喊道 你在干什么呀 雪迷这人真的一拳 着实了得 不光把善意的鼻血 给打出来了 而且直接把他 给送昏了过去 这下手也真狠啊 石迷也知道 自己对米豆子 做了出格的事情 并没有还手 而雪迷也感觉 自己刚才下手有点狠 赶紧道歉 旁边的下午泪发现了 难道这就是兄弟之间的羁绊吗 探知郎跟一只猪 赶紧上线 查看善意的伤情 一只猪喊道 你这修炼的不够啊 得好好努力才行 接下来 他们看到了 义勇教训探知郎的那一段 义勇说着 不要把神杀大权交给别人 不要再悲惨地活下去 那时候 我们的师兄 还是非常的化老的 受得相当的振奋 石头无一郎 第一次看到 如此帅气的富刚义勇 喊道 好厉害啊 让我们的师兄 赶紧向探知郎道歉 请人对探知郎说这些话 请探知郎 不要放在心上 探知郎欲苦无泪地回道 是我的错 富刚先生不是坏人哦 我的人两眼放光地看着说道 富刚先生竟然和别人大声说话了呢 而后面的天云大人和石铭两个 早已小翻了过去 接下来 电视力演到了村田 正是他让一支主跟探知郎去找鬼 这里就交给自己 其实他自己当时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差点都给吓尿了 旁边的众人分分给他点赞 天云大人说 真是太帅 太酷了 刚思明里也夸奖 村田君真像个男人 真棒 唯独小霸那眼神 总可能丑着村田 这个人竟然被命令夸奖表扬了 下面电视里演到了吴一郎 用石子打探知郎的那一段 因为探知郎打断了主公的强化 被吴一郎无情地用石子给打了 旁边的甘露斯密里 直冒粉红色的小猩猩 喊着 吴一郎君真是个男子汉呢 好帅啊 快从电视里出来 探知郎无意识地摸了摸 自己被打的额头 而吴一郎在旁边 非常的不好意思 脸盲抱着探知郎喊道 探知郎 我不是想欺负你 我和富刚先生是不一样的 探知郎回道 石头没关系的 因为我是石头人啊 英勇在后边一脸的无辜 想着不要欺负我 太可爱了 接下来 电视里演到了探知郎 强抓下男后手的那一段 探知郎不愧是撩住啊 说着各种甜言蜜语 比如 无论在哪里 心都要变得坚强 因为人的心是原动力 要努力加油啊 这种鼓舞人心的话 沈亿看到这里 当然不能忍了 看着表情就知道了 估计很想揍探知郎一顿 旁边的探知郎 还一脸单纯的不解 怎么了 沈亿君的脸色好奇怪啊 因为什么生气呢 而一只猪肯定在想 探知郎能做到的 自己也肯定会做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